早期的民族學其實是架構在整個中國歷史學的脈絡下面 其實常識做的東西是把中國歷史當中缺的傳統 只要注意邊疆地位的這一群邊疆民族的研究 納進整個中國歷史的脈絡當中去看 那所以早期的發展其實一個很有趣的發展是 我覺得有一個東西是可以帶來的就是瑞茵夫先生 瑞茵夫先生他一直在強調中華民族的構成的時候 他其實想要做的民族學研究就是想把這一些 不包含在漢人脈絡裡頭的 不包含在漢人裡頭的這一些民族 放在一個國族的脈絡下面去處理 那所以他才會提出五族 對就是中華民族這個東西是由不同的民族所組成的這個概念出來 那可是民族所到台灣之後 整個人類學研究到台灣之後 其實我自己覺得有一些比較大的轉變 那這批的轉變其實主要還是受到日本人的影響 就是日本人在台灣所做的調查 它基本上採用的是當時整個西方的民族學跟人類學的調查方式 那他們的選擇方式也非常類似當初所流行的人類學的一些基本理論 那所以這批基本理論其實原則上在日本人走的之後 其實是被台灣的人類學界所接收下來的 這樣也導致台灣的人類學開始關注的重點 不再是放在一個大的中國架構上面 而是放在一個人類學的架構下去看 人類學的知識架構下去看台灣的原住民 或甚至是台灣的漢人社會的特殊文化系